丁啊 豆花啊 泡芙啊 馬卡龍啊 一樣一樣都有 還有蛋台 你看有小螃蟹跟蛋菜 礦士奇派啊 還有麻糬冰耶 嗨大家好我是雲飛 我們今天來到的就是位於西門町的新鮮葉火鍋啦 你們聽到新鮮葉的反應可能會跟我一樣 會覺得說那跟舊鮮葉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們目前入場到現在呢 我覺得跟舊鮮葉好像沒有什麼區別耶 可是價錢是不一樣的 價錢的算法不一樣 然後湯頭的選擇也蠻多的 那到底399塊你能夠吃到些什麼東西呢 我覺得這是大家最關心的 因為我也超關心 好啦那我們去看看各個取餐區域有些什麼吧 好的我們來看一下新鮮葉的價位怎麼樣吧 那菜單上呢列出的是A餐 B餐跟C餐 分別是399到599 499跟599呢當然就可以吃到一些 額外的肉類跟海鮮囉 可是如果你點399啊其實就可以吃遍全場了 大家看到嗎 基本上所有的沙拉爸還有火鍋料都399就可以吃到了 到底399能夠吃到多少東西 我們待會去看一下吧 順便比較一下他跟舊的千葉有什麼不同囉 好了 照慣例我們也要看一下第一輪戰利品 因為我們今天有3個人 我弟的女友也來了 所以呢我們可以拿更多東西給大家看 首先這一輪啊 我弟首先就拿了基佛大家看到嗎 欸他基佛真的蠻大顆的欸很猛 然後還有豬腳啊乳鴨血 然後這個橫的呢它是那個烤的角白筍 然後還有蒸蛋跟銅子米糕 欸真的是很酷欸 還有那種台灣小吃 其實我們現在暫時都不用去看 就可以看出他的食物包羅萬象啊 什麼都有 然後還有啊 我弟剛才特別叫我看的飲料 這個是什麼阿薩姆草莓奶茶 好酷喔 這就是以前在甘馬店才會看到的 已經很久沒看到了吧 至少我跟我弟超久沒看到了 然後還有什麼生活花茶之類的 好了我來取餐區域啊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他們的海鮮 你看有小螃蟹跟蛋菜 還有蝦子等等的 哇這個量好壯觀喔 我記得我在舊千葉好像很少看到這種畫面 他們的海鮮好像沒有這麼多對吧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千葉這種吃到飽啊當然要有蛋糕粿囉 大家看一下 它蛋糕粿裡面的甜點也蠻多的 種類非常非常多 然後直接給你一個布丁也是很大方 布丁啊豆花啊泡芙啊馬卡龍啊 一樣一樣都有還有蛋塔耶 剛才我弟弟拿的腳白筍跟紅枝米糕就在這裡了 這是蒸籠區 所有蒸的食物都在這邊 有蒸蛋啊燒賣啊等等的 然後還有另外的蒸籠跟紅油炒手丸子等等 也不錯喔 很多可以選擇的 大家有沒有覺得這幾個鍋子看起來超嚴熟 因為每次貴族絲家跟我講牛排都會看到對不對 這些啊就是滷的東西囉 有蘆筍絲啊麻辣燙等等的 然後他們的熟食啊真的是蒸竹吵雜什麼都有 基本上呢就跟一般的舊千葉是差不多的 不過他們這個賣相真的是還不錯 看起來是有用心維持的 還有炸物等等的 大家光是看就知道了吧 這個菜色還不錯喔很漂亮 跟大家說一下399能吃到的肉品呢 有牛母花然後有雞肉有魚肉有豬肉 其實選擇也蠻豐富的 再加上這些很豐盛的buffet 其實我覺得399就夠了是真的耶 我為什麼會抱持懷疑呢 因為我一開始看到有人跟我介紹的時候 他說399應該就可以吃得飽了 我就想說啊為什麼會最便宜的反而吃得飽 但其實我懂的 其實就只是因為全場都可以吃 然後你再加上自己的火鍋啊哇 其實就很不得了了 東西夠多了 所以如果你不是特別想吃他的家典的肉品跟海鮮的話 我會建議399就可以了 399就可以吃得飽囉 是真的沒騙人 這個是雞排是雞排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我有拿你看 沒有撒胡椒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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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個劍筍你有看到嗎 超大的耶 超長的耶你看 對啊還有攪白筍 這個劍筍超長的耶 因為我很喜歡吃筍子 然後我剛才就直撐筍子那一塊 結果我走過去才發現 哇這個劍筍也太長了吧 好酷喔 這應該蠻好吃的 不知道會不會老 應該不會啦 待會兒跟大家講吧 我覺得應該不錯吃 大家看到嗎 台式小菜現點現做耶 好棒喔 我看了一下這邊有很多種食材 真的就是小菜的食材喔 有皮蛋啊 有豆子啊等等的 喔還不錯喔 這個服務的話是舊仙葉沒有的吧 我印象中沒有在舊仙葉看到過 欸很酷耶很新潮喔 好的吃火鍋配炸雞 他們的炸雞真的好吃 然後還有章魚燒 然後我又去補了地瓜薯條 他們的地瓜薯條看起來有點黃對不對 其實炸的還可以啦 外酥內軟過關 然後呢我又去補了一些壽司 拿幾樣壽司來配火鍋 喔太享受了 其實他們的東西啊 基本上就是不公不過 你不會覺得特別難吃 但是好吃的也是有 你要選一下 有些東西會很合你的口味 但是你要說很雷的 我個人是目前還沒有吃到 我覺得都不錯 基本上都過關 就是和台灣人的口味啦 覺得還不錯啊 399加1成的話 吃起來是可以的 過關 這個見筍那麼長 但是眼都不老耶 還蠻脆的 好吃耶 剛才啊 我店裡朋友說 他們第一輪拿的銅子米糕啊 意外的好吃耶 連銅子米糕都好吃 因為其實銅子米糕很容易糊糊掉 大家都知道 如果是蒸太久 就糊糊就不好吃 他們剛才的感想是 欸蠻好吃的 很驚訝 所以這邊真的大概就是沒什麼雷 我目前吃到 現在我也不覺得有什麼雷 大部分的東西都合口味啊 還不錯 我弟的女兒 我才去拿布丁跟蛋糕了 我跟他真的是同好耶 我們都喜歡吃一些有的沒的 然後我弟呢 除了肉還是肉 他都吃肉 從剛才吃雞佛啊 跟肉啊 你就可以看出他的飲食 其實比我健康一點 我很喜歡吃一些炸物啊 澱粉有的沒的 有時候還會被觀眾念 觀眾都叫我不要再吃澱粉了 我是不是應該要改進一下 要跟我弟學習一下對不對 不過蛋糕看起來這很好吃耶 這不能怪我啊 蛋糕跟布丁明明就是很好吃的東西 我不能控制我自己啊 來囉 我們來看看第一個冰櫃吧 這邊有好多種冰棒可以選喔 礦士奇派啊 還有麻糬冰耶 大家看到嗎 紫色的那個 那個我超喜歡吃的 等一下我的目標就是他了 第二個冰櫃就是杜老爺啦 喔 這冰淇淋很多種耶 有冰淇淋有冰棒 真的還蠻不錯的 我剛才其實有看到雙淇淋機 所以吃冰吃甜點的話 這一間是不會讓你失望的 很不錯喔 跟大家解說一下 這個是他的紅油炒手 他當然比一般的紅油炒手大 感覺就是冷凍的那種 滾燉的大型滾燉 所以看起來有點方方的 你們看起來好像正方形對不對 但是我要跟大家說一下喔 雖然他看起來很好吃 但是他其實是酸的 為什麼呢 他不是壞掉啦 他是用烏醋調味的 這個呢就是我個人就沒有很愛 所以呢 有來這邊的話呢 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喜歡吃烏醋的味道是OK 如果不喜歡的話呢 不要拿 要記得喔 你喜歡吃烏醋 剛才我弟在問我說啊 我都在忙著拍 到底有沒有吃飽啊 我想說我當然會吃飽啊 我覺得不可能虧待自己的 看看我麻糬冰 泡芙 台式馬卡龍 跟蛋糕 一樣都沒錯過 這個我全部都要吃光光他 這間新芊葉啊 真的是 應有盡有 每樣東西我都很努力的吃到了 好滿足喔 開心 絕對不會虧待自己的我 剛才我弟還問我說 欸你是不是都在露營 你有吃嗎 你有吃飽嗎 我當然有吃飽啊 怎麼可能虧待自己呢 錢都花了 當然要吃飽啊 觀眾朋友 有來過新芊葉的話呢 可以留言跟我討論一下 交流一下心得 沒來過的話呢 也可以留言一下 399加1成這個價錢 你願意來嗎 好啦 今天影片就分享到這邊了 喜歡我不要忘記 按讚分享訂閱喔 我是林飛 我們下次見 掰掰